还记不记得前几天给大家介绍的长安CD701 实车已经亮相了 那这台车最大的看点是啥呢 就是能变形啊 SUV和皮卡可以无缝切换 CD701只是一个代号 它未来会叫什么咱们先不管 那这个车呢是相当的有设计感 尤其是车头 两边呢像叉子一样的日行灯 以及中间的显示屏都非常的科技 因为它兼具了SUV和皮卡两种属性 所以说这个车的车身姿态很特别 车尾的部分有极其浓郁的跨界风 它最精髓的地方就是车尾 尾灯包围的部分有一个可升降的后风档 而尾灯的上半部分像天窗一样是可以打开的 打开以后呢它就彻底的变成了一个皮卡 而尾灯的下半部分跟皮卡一样是向下翻的 所以才说它可以在SUV和皮卡之间无缝的切换 CD701的内部啊有点像概念车 上黑下白的配色跟长安目前主流的这些新能源车是一样的 它也没有仪表盘 功能呢全都集中到了可倾斜的中控屏上 它的副驾驶头顶还配了一块折叠屏 那官方表示说CD701啊会搭载车载的卫星通讯技术 全球覆盖随时联网 这台车吧它是基于SDA架构打造的首款车一体式的全铝合金的底盘 前180后300千瓦的双电机 有空气弹簧可片阻尼的减震器 车身的高度悬架都是可调的 那从该车的配置来看啊 定位极高相当豪华功能还丰富 那是一台极具看点的车型 有它的话生活又会多很多乐趣